所以先来介绍一下在美国比较常见的人寿保险类型 第一种就叫做Term Life 那它的中文名叫做定期保险 顾名思义就是说在固定的时间内 比如说10年、20年、30年 最长的看到的时候有35年的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提供人寿保险 那它的优点就是非常的便宜 就可能你吃一个披萨的钱 就能买到不错的人寿保险 但是条件第一不能抽烟 第二身体得好 那现在很多公司都推出了 活着就能用的人寿保险 包含了生前福利这一块 那生前福利有包含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 心脏病、癌症、中风、瘫痪、肾衰竭、器官移植 重度烧伤和双目失明 还有慢性疾病呢 有六个生活日常的活动 不能自理的时候 比如说传医、吃饭、洗澡、乳测、行动 还有试镜 这六个里面只要有两项 不能自理的时候 就可以申请理赔 末期疾病呢 很多公司都不太一样 有一些公司拿到医生的诊断书 只有六个月生命或十二个月生命 最长的我们看到是24个月 就可以提前申请理赔 那它虽然便宜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说它会过期 那比如说买一个35年的term好了 那如果是40岁买 那到了75岁就过期了 如果75岁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话 你之前的钱就等于白交了 所以很多人还是会选择 就是说是长期永久性的这种投资储蓄性保险 那我再继续介绍的就是IUL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类型的保险 就比如说Whole Life GUL VUL 这些它们的保障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每个公司都有每个公司好的产品 那每个公司的强项都不一样 那主要介绍的就是IUL Index Universal Life 也叫做万能指数型的保险 MING PAO TORONTO